最新的民調出來了 這個是從 USA Today 來的 OK 上面說絕大多數的人 任柏州的州長 Ron DeSantis 會比川普更有機會贏得2024的共和黨提名 而且這個數字不是只差一點點 在這個假設的選舉當中 川普的得票率是33% 對上 Ron DeSantis的56% 這是兩位數百分比的差別 那當然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樣 也都不相信這樣的民調 所以說你們不用在下面再喊說什麼 你們到現在還在相信民調嗎 AI News no need no call 了嗎 你們一定是什麼Deep State 深層政府中共的大外宣 我跟你們認為的一樣 我從來就沒有覺得這些民調數字是准過的 那統計數字全部都是唬爛 但是現在的確有很多的事實 證明了DeSantis對於川普在共和黨內提名 是有一定的威脅的 那川普當然也是這麼想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會在各式各樣的場合 攻擊Ron DeSantis 而且是在其中選舉之前就開始了 Ron DeSantis也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才得到現在有的聲望 那我在這邊真的再次強調 我們沒有再說Ron DeSantis應該要參選 事實上就是我們很多次說川普 應該要再當四年的總統才對 說Ron DeSantis好 並不代表就是我們就是什麼Deep State 然後Ron DeSantis的鐵粉什麼什麼之類的 而且還在下面那邊說 Ron DeSantis是Deep State的人 就是沒有任何證據 我們只能跟你說 我們基督徒認為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 不要對川普有偶像崇拜 那現在Ron DeSantis為什麼會有比較高的民調呢 第一個是因為他現在是在任的佛州州長 他有資源他有名聲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 川普總統現在在湖海山莊每天打高爾夫球 偶爾參加GOP的造勢活動 第二個Ron DeSantis在社交媒體上面 川普在他自己的True Social上面 雖然推特讓他回去了 但是他並沒有使用推特 而True Social是一個說穿了 使用的人只是為了上去看川普在說什麼而已 沒有人真的在使用True Social 那現在還有第三個 這個現在講的人並不是很多 但是DeSantis很明顯的在使用這個東西 來試圖取代川普 就是川普是COVID疫苗的代表 他的政權下面創造了疫苗 他不斷的鼓吹疫苗 不斷的強調疫苗是他政績裡面 最突出的一個地方 而DeSantis現在就是利用這一點 來跟所有的保守派的人說 他不是支持疫苗的人 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我不是在這邊說疫苗都是川普的錯 或者是Ron DeSantis一開始就是在反疫苗 然後他是反疫苗的代表之類的 我在這邊說只是 在眾人的眼裡 川普是一個給福奇博士舞台 讓他騙所有美國人 推行一個很有問題的疫苗 而且在他的任內 他也沒有開除福奇博士 我也認為川普做的當時並不是錯的 我不認為任何其他政治人物 會做出其他的方向 我只是在說 那個就是當下發生的事情 那Ron DeSantis 就算他一開始在疫情的時候 也很小心 但是他很快就開放了佛州 而且全面開放 他很快的就把自己塑造成一個 反COVID 反建制派的醫療系統 甚至反對疫苗的一個代表 他做的事情就是讓那些佛州 想要打疫苗的人可以去打 但是他從來就沒有強制疫苗 現在他搞了一個大陪審團 要來調查這些疫苗的製造商 造成的傷害 因為在 Florida 你會對法國人的法國人的法國人 是對法國人的法國人的法國人 through legal action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opioid crisis and so it's not like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unprecedented so today i'm announcing a petition with the supreme court of florida to impanel a statewide grand jury to investigate any and all wrongdoing in florida with respect to covid19 vaccines and we anticipate that we will get the approval for that that will be something that will be in panel most likely in the tampa bay area and that will come with legal processes that will be able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bring legal accountability for those who committed misconduct不得不说这位ron de santa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在做的 事情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边夸赞他但是在政治层面 这也是他能做最有利的事情因为川普在共和党内初选的最大弱点不是 他的嘴巴共和党的党内其实很喜欢他所有内容也不是他的推特账号保守派的人 其实非常喜欢他发的那些东西对于共和党党内来说川普最大的弱点 就是covid这个就是ron de santa可以真正影响到川普右派基本盘的议题 同时也是川普跟ron de santa立场最不同的议题而且也是他可以证明说我 不是deep state我不会妥协我会抵抗联邦的政策跟机构我不是建制派最好的议题 而且因为他不是川普所以他不会被那些建制派的人这么讨厌 还有那些什么传统自由派那些人也会对他比较有好感 这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纯粹只是因为他不是川普而已 所以主要ron de santa要做的就是跟保守派还有这些川普的基本盘证明说 我是跟你们站在一起的我是一个保守派在这个疫苗就可以证明了 我在调查这个疫苗的安全性 这些人还有这些公司骗了我们说这个疫苗是安全的 而且我们国家很多地方要被逼着打疫苗 如果他可以好好的使用疫苗这个议题的话会对他非常有利 那当然大家也听我说过我不认为ron de santa 2024 应该要参选总统大位 因为我本身是支持川普的 而且认为川普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复仇的心 真的要来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但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我是ron de santa 的话 我不会这么想 而且我一定会参选 因为就跟现在川普的情形一样 2024不选的话他就等到2028才可以选 而这一次是ron de santa 第二次当州长 在佛州的这个州长是有任期限制的 也就是说2026年到2028年这两年之间 他会什么事都没办法做 会失去媒体的热度 也会失去佛州政府的权力 也会丧失这几年他塑造的形象 简单说对他来讲 2024参选是一个满必要 非常必要的一个选择在这个政治生涯上面 所以未来这两个人初选有一个正面对决 是非常有可能的